哇 哇 哇 全場關注我 哇 哇 哇 我的老師 又想喝 三 二 七 一 二 三 乾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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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師 又想喝 我只不曉得那個 愛我的那個人 會不會就是妳 好 好了 不要再躲了 我都看到你們了 甲飛夜 你那麼大隻 這麼晚了 你們兩個要去哪裡 還能去哪裡 甲飛夜 你是不是肚子又餓了 要去買宵夜 怎麼可能 我跟王君只是想到 叫一聽走走 然後聊聊天 對 走走 話說杜組長 曹教官 你們今天怎麼穿得這麼漂亮 男的帥 女的美 超登隊的 對 你們兩位 該不會是要去約會吧 好登隊 不要 不要亂猜 草丘官是陪我去 參加一個朋友的婚宴 吃個喜酒而已 婚宴 對 一起去 對 我去 這該不會就是傳說 這間隙婚禮 浪漫 你們兩個 要是把這種八卦的精神 放在課業上面 一定可以考到很好的學校 對 你們不要那麼八卦 你們現在只有讀書讀書再讀書 已經很晚了 不要再出去 趕快回房間準備就寢 是 交換 拜拜 現在學生都是這樣 講話很直 不要在意 妳別跟他們急救 杜組長 我還要準備巡邏 我先回房間換衣服了 來 曹教官 今天的巡邏就讓我陪妳吧 妳都陪我一個晚上了 妳來讓我回一下吧 好吧 我在這兒等你 待會兒見 今天算是硬貨的 老天爺 你今天這一把做得漂亮 要是阿斌 每個禮拜都結婚就好了 好 好 怎麼樣 嚇到了吧 沒嚇到 這罩比較弱 下次加油 你怎麼了 怎麼看起來怪怪的 沒有啦 我沒事啦 你看我 好啦 我們上度快遲到了 我們趕快去消息吧 照片 你幹嘛轉移話題啊 你這樣更奇怪喔 什麼啦 你有什麼事是不能跟我分享的嗎 也沒有不能跟你說 就是我媽昨天 有跟我說的一件事情 什麼 你家真的發生什麼事是不是 很嚴重嗎 我媽說 要我畢業之後 去美國年大學 什麼意思啊 所以你畢業之後 就不在台灣了嗎 所以我們要分開是嗎 你已經確定了 你答應了 那我們不就不能在一起了嗎 那個你也太好騙了吧 這麼容易就整到你了 還說我整不到你 你怎麼可以拿我們兩個事情 開玩笑 我剛剛真的嚇到了 以為我們兩個要分開了 以後不准拿我們的事情 開玩笑喔 真是犯規 知道嗎 好啦 對不起嘛 我下次不會啦 還有下次喔 下次我才不會被你整到 我一定會想辦法整壞 你屁又崩潔 好啦 你不要生氣嘛 頂多下次讓你整回來 但是下次整我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要再拿吃了來整我 我胃真的沒有很好耶 再掛機整妳怎麼辦 我有這麼沒創意嗎 我一定會用心灶整妳好不好 你給我小心 我一定整回來整回來啦 不可以用吃的喔 猜不要了 關你喔 畢 畢 好醜喔 我跟你走在一起 好丟臉 我要先走 什麼丟臉啊 你 盧老師 我跟你講 昨天晚上是我人生中 最美好的一晚 不知道為什麼對不對 我想曹教官以我女朋友的身分 陪同我出席我朋友的婚宴 這麼正點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碰到我前女友嘛 她還在我前女友面前 誇讚我的好 講得一大堆 講得天花亂 講得我心頭小路亂撞 我真的是開心到不行喔 我跟你講 對方還真的以為我們是情侶 他最後還講了一句他說 跟杜友的在一起 是我人生中最幸福快樂的事情 真的假的 真的 曹教官真的這樣講 我騙你幹嘛 真的啊 該不會是為了要替你解回 才這樣說吧 我覺得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好了 就算是他為了要替我解回 他陪我去 那也代表他在乎我 他捨不得我變這樣笑 變這樣酸嘛 這個意義重大 我往前跨了一大步 所以你這段時間 真的感動到曹教官 他才願意為你做這麼多 對 要不要何必做那麼多 恭喜喔 快成功了 等一下 也不要那麼快恭喜 我真的是很開心 我跟你講 我要慢慢來 等到我真的跟曹教官修成證 我真的結婚之後 你再來恭喜我也不遲 就等你們來洗酒了 看我昨天真的很高興 非常高興 他昨天穿好漂亮 我給他牽手 是 何老師 路長 我跟妳講個好消息 怎麼了 昨天晚上曹教官跟我 快參加婚宴 怎麼 不是 何老師妳怎麼了 妳身體不舒服 妳這身體健康檢查 這麼多項目 沒有 這是熊主任 給我的婚前健康檢查 我們兩個想要找一家醫院 先做一下檢查 是喔 為什麼要做婚前健康檢查 先了解身體狀況 這樣以後沒有要生小孩 才可以避免一些問題跟遺憾 畢竟我跟熊主任年紀也不小 是應該謹慎一點 妳說的是對的 有道理 不過妳不要講什麼 妳跟熊主任年紀不小 那我怎麼辦 我還打妳們那麼多 那我是更應該去的 那我跟你講 既然這樣的話 我也想跟妳一塊去做 好不好 因為我想給趙教官一個驚喜 杜主長 你想這麼遠 對啊 朱立 你當然歡迎 一起 妳那邊還有嗎 沒有 給妳一份 那妳帶我去 杜主長 妳要不要 不必 不用 不需要 我告訴妳 我是不可能跟你做婚前健康檢查的 不可能 就算我要帶人朋友去 我也不會帶妳去 我要帶我帶羅老師去 我叫羅老師陪我去 我根本帶我去 我又沒有對象 做什麼婚前健康檢查 你是我哥們嘛 好兄弟嘛 你就當作是陪我去 這有什麼關係呢 對不對 像妳什麼都沒有 一無所有對不對 妳像是交了妳的朋友 資料一丟出來 全部都籃子 都歐巴 多風光 女孩子愛死了 有道理 那我也做一下 對 妳跟我做 沒問題 杜主長 我其實是想要問妳 妳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團購 沒有 那妳是要團購 那妳講快一點 妳不要講到一般的卡在中間 我還以為妳又要 哪兒不該提哪兒 我也要酸我了 好 以後妳團購都算我一份了 我也 像這樣好 對 各位 我去參加這個婚前健康檢查 事情 大家不要講 我想給曹教官的驚喜 好 這麼熱鬧 齊老師 曹官不在 我剛剛看到他在校長吃 可能校長有事頂找他吧 那我有幫他買飲料 再麻煩賀老師幫我跟他說 好 謝謝 齊老師 我是給妳建議 以後這種錢 妳就不用花了 可以省下來 因為現在不管以任何角度來看 我都略勝妳一籌 我的勝面比較大 爸 我這麼跟妳說好了 昨天曹教官以我女朋友的身分 一同陪我出席 參加我朋友的婚宴 你都沒有看到現場的實況 他是怎麼在我前女友面前 誇讚我的 我應該把現場的實況 錄下來給你看的 講到我 講到我都在這心頭小路亂撞 我們還牽手 牽手 牽了一整晚 就這麼緊 你看到沒有 甩不掉 甩不掉 快跌 好 趕快 妳可以問妳的問題 是 聽杜組長說妳昨天 以女朋友的身分 陪她參加婚禮 因為我知道杜組長這個人 很愛面子 所以如果我沒有幫他這個忙 我心裡也會很過意不去 必定大家同事一場晚 剛剛聽杜組長說成那個樣子 我以為我已經出去了 我應該早點告訴杜組長 不要在辦公室提起這件事情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 不過看來已經發生了 曹剛我方便再問你一個問題 齊老師 你不用這麼客氣 你有什麼問題你就直接問吧 我想問的是就是 你現在對杜組長的感覺 還是像以前一樣就是 只是有好感但是 算不像是喜歡嗎 這個問題很重要嗎 是不重要 因為不管草落關你 跟杜組長的感覺是什麼 我對你的心意都不會變 而且我也贊成 你幫杜組長這個忙 因為這就表示 你是個有情有意的人 你不是一直不希望 我陪杜組長參加婚禮 怎麼現在反倒又贊成呢 因為說好一人一次嘛 這樣子下星期我朋友的婚禮 草教官就可以陪我一起參加 這一次不是詢問 是肯定 要去看嗎 四 五 六 七 八 好久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請 來 一中五回準 五回準 成員來隊形 一二 可是怎麼了 不是剛從海邊度假回來嗎 應該很有精神 怎麼一個一個有氣無力的 不是啦 那是因為我們去海邊 大家就晒到一個亂七八糟 得到了太陽恐懼症嘛 你跟鮑貝爾他晒成這樣子耶 老師你看 你看我晒這麼黑 我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白回來耶 鮑貝爾 從你入學到現在 我沒有看過你白過耶 其他我同心裡 你想好一點的理由嘛 老師我覺得你這樣講出很不公平耶 我們雖然黑 但是我們還是會晒傷的嘛 哪像你們這麼白 晒傷的話就很明顯嘛 像我跟阿邁 晒傷完全沒有人關心 你看多可憐 鮑貝爾 你有必要每次提到黑都講到我嗎 我這次已經算晒得很少了耶 是這樣 好了 不要再吵了 多曬太陽可以補充維生素D 預防骨質疏鬆 先讓你們來上體育課 你們要心存感激 融負太陽啊 好了 好 老師 今天天氣真的很熱耶 我們大家都快要暈倒了啦 快暈倒了 泡山 你真的不舒服嗎 對啊,你看大家都快暈倒了 你們剛剛用這麼眼神看我啊 不管怎麼樣 體育課還是要上 融負太陽 學期末了 器材是需要清點一下 你去幫老師點 記得幫老師看一下冷氣 冷氣 那老師 我們可不可以大家一起整理啊 這樣比較快 等一下 我們大家一起去 不用 器材是就這麼小一間 一個人去就好 先留下來上體育課 老師… 我跟米奇都會陪偉山一起去 我們也不能去嗎 何一美 你以為我看不出來你想要摸魚嗎 你們沒有一個人像台偉山一樣 是真心想幫老師的忙 要騙我了 台偉山 快去幫老師點一下 記得開冷氣哦 好 好 好 魯老師真的很偏心耶 難道不會傻笑的人 就注定你好命嗎 沒關係 你也會傻笑 我去 何老師 你人真好了 難怪我跟婉芊那麼的喜歡你 我們也跟偉山一樣啊 都想正心地幫你的忙 所以你可不可以讓我跟婉芊 一起出公菜嗎 老師 拜託了 老師 小妹 你如果真心想幫老師的忙 待會兒你跟婉芊去 器材室那邊外面花圃吧 雜草擺一擺好不好 我居然沒有想到 我這輩子可以看到一個成語 在我面前活生生地演出耶 什麼成語 都成笑柄啊 原來是這個哦 我剛以為是偷出不成十把米耶 是雞不是豬 不好意思 因為剛我靠你都算想要豬了 不好意思 好了 別再吵了 如果不想拔草的話趕快回去 不好意思 你不要 好 自己玩 來體育用品 好 來 自己拿球 散開運動 自己要沒路了 他怎麼那麼可怕 豬 來 話說 豪偉三壽跟齊恩傑巧克力 效力也太強了吧 可以堪稱是史上最強的選項 卓星姐呢 今天怎麼沒來學校上課 他昨天有通告 他說都滿晚的吧 今天可能請假 老師 對不起 我遲到啊 看起來好像不太舒服 你還好嗎 我沒事啦 只是有一點睡眠不足 如果不舒服的話 你到房間休息啊 沒關係啦 體育課也沒剩幾堂 我想要跟大家一起上課 那你就自己找同學練習 不要逞強 如果不舒服要講哦 謝謝老師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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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姐 忠姐 他應該是中暑了 本來是要去保健室 我可以跟你陪下去 是 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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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了 頭欣賢 你沒事吧 他是輕微的中暑 已經醒了就沒什麼大礙 淋淋扶他起來讓他喝一點水 我聽鄭明威說 你昨天錄影錄到很晚 今天要匆匆趕來學校 是不是連早餐都來不及吃啊 嗯 因為我有點睡過頭 其實我昨天本來 會想要傳簡訊給玲玲 請他幫我請假 但我想到就快要畢業了 跟班上同學相處的時間 也越來越少 所以就還是來了 只是沒想到 會放得大家的困擾 真的很抱歉 欣姐 我可以理解 你捨不得同學們的心情 身為班導 當然也不希望你常常起家 不過要是真的身體不舒服 還是要多多休息 不要勉強 我知道 下次會評估自己的身體狀況 還有啊 中暑這件事情 是不可以輕微的 所以你們出門 隨時要做好防晒 隨時要補充水分 衣服也是以寬鬆為主 還可以多吃一些新鮮的蔬果 像西瓜、哈密瓜、苦瓜 小黃瓜之類 這種比較清涼的 謝謝老師 最近天氣越來越熱 不能防止再有人中暑 我可不可以請你操控到班上 做中暑預防 跟急救的懸打 可以 那再請佩老師安排一下時間 好啊 欣姐 不然我找一位同學 留下來陪你 老師 我可以 劉飛 你可以留下來陪我嗎 好嗎 喜歡 他是誰 富壁 像 你 那個地方 陪你 choice 我們 行 空 啊